谢谢 谢谢 这次收购月球战车 多归秦总的战略眼光和果断决策 要不然差一点就让居士抢了先机 我收购他们 看中的不是月球战车的盈利 而是他们公司人才和专利 秦总了解我的意图 以后大家多向他学习 一切与公司的利益出发解决问题 好了 都去工作吧 她一个小姑娘 知道什么是大公司的运作逻辑吗 余总您对公司的付出 才是奠定事成的基础 还是蓝选你通透 以后有什么好事 多想着我点 恭喜你啊秦总 年度特别贡献奖 整个显游几年也搬不出一个 而你只是大笔一挥 签了字而已 运气眷顾的基础是实力 让我签字的主意 是你给余总出的吧 明明是余总您攻下来的合作 不是你说的主意 今天是她运气 但是运气 不会一直眷顾谁 是又怎么样 你觉得你这个副总明夫其实吗 你觉得你真的能帮到林总 你太高估自己了 究竟是我高估自己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在作罪 贺秘书 这儿没有骗人 秦总比我想得要厉害啊 那我们就生一代了 又是咖啡 果然 生活是个剧本 没什么事 我看有什么事 那你会帮我吃到 那你会帮我吃到 那你吃到地面 你会把我的云台 你不觉得你呢 我吃到地面 就不觉得你太多了 我吃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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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谢谢 不能大意 我无留药 疼吗 嗯 顶一下就好了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巨师想买的是战车的隐形技术啊 我弟经常玩巨师家的游戏 他老跟我吐槽 巨师家的游戏你真体验感太差了 于是呢 我就把他们家的游戏全给玩了一遍 我发现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虽然他们拟针板块不太足 但是他们比较擅长叙事项的开放世界游戏 除了主剧情外 还有非常丰富的复故事件剧情 给玩家们去探索 如果说他们能补齐你真这块板块的不足的话 那他们的游戏体验感也会更上一个台阶 你分析得很对 好了 谢谢林总 又别自己倒咖啡了 咖啡在你和你弟手上都是高危物品 交给贺兰许吧 交给他 请问 请问 樊哥 你不会一直都在这儿等吧 谢谢 知道你晚上加班 走吧 带你去吃好吃的 不用了 我晚上垫晚了一点 那陪我走走 晚点送你回家 也行 走 还记得吗 嗯 小时候 你总是缠着我一起玩 有什么好吃的 都会被这晴天偷偷给我 而且你还很照顾我们 我记得打破情书家的玻璃 是你气晴天顶的包 你都记得 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了 樊哥 你这次回国还打算回去吗 嗯 我打算留在这儿 手上贺凡的一瓶 这里有我的就业环境 也有 我在乎的人 嗯 你看起来心境不错嘛 是有什么好事发生的 好事在后头呢 嗯 搞那么神秘啊 故弄玄虚 那你想好去哪家公司了吗 嗯 我不冷 谢谢 小心照亮 看来你是有主意了 哪家公司啊呢 秦总 不烦的 暂时保密 嗯 好吧 她为什么总是出现 樊哥 我到家了 你赶快回去吧 太晚了 听到没 别赖着 赶紧走 秦婉 我能进去吗 我能进去吗 他自己是不是 他以后出现了 不散开眼睛 他也在眼睛 去许位 这谁搞的 竟然搞这一处 你忘了 晴天是我的小跟班 你 那晴天呢 晴王 你愿意嫁给我吗 帆哥 你先起来 你愿意吗 晴王 我对你的感情从小到大没有变过 我知道你也是 我在国外向晴天打听你的消息 回国就是我也跟你在一起 帆哥 你真的误会了 没事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贺凡 对不起 你做的这一切我确实都很感动 但是我真的不能答应你 我从小只把你当成我跟晴天的大哥哥 确实 我小时候很依赖你 但是咱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 我不能欺骗你 更不能欺骗我自己 我记得 我小时候你出了钱我跟你说过 咱俩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你有喜欢的人吗 对 小子 那人就是我 没有 那他是谁 当然是我 他谁也不是 就是一个我梦里的人 我 我 我 是 我喜欢你 但你现在连拒绝我都这么搪塞吗 我想我现在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累了 我上回去睡了 你回去吧 我们才是青梅竹马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赫凡 你真的很好 但是你会遇到一个全心全意去爱你的人 但那不是我 好 你不用给我发号了 赫凡 我想我们最近 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好了 你不用这么快回答我 我明天还借你上班 不用 我 我 我 在那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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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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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起来的 今晚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请问是你不领情的 不要怪我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不可能别再来找我了 别着急啊 先看看这个 我不缺钱 我知道你不缺钱 这只是表达我的诚意罢了 她都昏迷了三年了 林显正眼看过你 我说过那是最后一次了 你真的就甘心 一直在她身边做个听话的秘书 你放心 这是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这么晚出门 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小妹妹 哥们哥俩 你喝一杯啊 来嘛 你们离我远点 离我远点 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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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总 知道我谁吗 孙总 孙总 林总 你怎么会在这儿 跑步呀 这么晚了 您出门跑步 还随身携带防篮喷雾啊 怎么了 我身家百亿的这个不正常啊 我身家百亿的这个不正常啊 那个 林总 不好意思 我先回去了 你一点都没变 景天 姐 怎么样 你答应她了吗 你居然敢背叛你姐啊 别再想让我帮你打游戏了 你干吗 你没答应姐夫啊 你再给我这样一句 你试试 你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你别逃你 我 你给我把话放下 我不 我 这不是你们公司老板吗 不是 新姐夫 怪不得 好 林总 我不是 最近秦婉的梦里 经常出现一个人 是她中学时期的朋友 但是我和她交往的过程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 一般情况下 梦里的逻辑跟现实不一样 秦婉游戏的造进引擎 是模拟了真实世界 连接了大脑的神经元 是梦境与记忆的结合 跟事情的实际情况 并没有什么联系 即便久远到儿时的玩伴 在梦境里 也只能诚实地反映 梦者的愿望或者恐惧 还有一种可能 是什么 外来者的干预 外来者的干预 林总 您找我 交易过防偶像的事情怎么样了 有什么异样 已经全面升级了防入侵系统 目前就技术部来说 没有任何异常 还在深度的核查当中 秦婉之灵最重要的部分 是造进引擎 也是游戏的基本构架 这些都是由秦小姐亲自设计的 可能还需要花点时间 给我钉死 明白 林总